看起來完全沒有外傻 護護蛙啊 為什麼要護蛙啊 要幫助牠 過馬路 在這邊有一窩 在這裡 這邊就有一窩說得是的 卵團已經孵化成蝌蚪了 可以看到這邊蝌蚪肚子還黃黃的 那這個位置是我們之前沒有調查到的 所以應該是在三天前或四天前那時候 所生下來的卵團 十月底新竹縣橫山鄉 風香瀑布旁溪流裡 光野協會新竹分會的軟掉志工們 剛剛發現一窩 之前沒有看到的縮的是赤蛙軟團 軟團的溫度是23.2 23.2 拿出測量儀器 記錄水中的三減值 溶氧量等水質資料 這項調查工作 今年進入第三年 這種青蛙爸爸媽媽他們可能會是挑一個水比較淺的地方 在那邊殘暖 如果在水比較深的地方 它可能會被水沖走 再來水中其實有很多魚類掠食者 你生下來的蛋 一旦被魚發現的話 很快就會被吃完了 這邊有一隻石林的幼蟲 它是水生旗 那剛剛它是在軟團這個地方鑽出來的 它可能就是在捕食這一些剛孵化出來的小蝌蚪 說得一團卵 大概就已經是300到五六百顆的卵 那可以真正變成小青蛙的數量很少 青蛙它事實上是採取一種策略就是 我小孩我要生很多 但是能夠真正活成青蛙的數量 是只有少數幾隻而已 數千隻的小蝌蚪能夠長大的只有十幾隻 存活率微乎其微 事實上小蝌蚪的爸爸媽媽 能夠來到溪流成功產卵 也是一段漸行的過程 我們台灣的蛙一共有三十多種 也包含了其他的外來種 大概有兩到三種不等 目前這麼多蛙 它的繁殖劑一年四季都有 可是我們在這裡很多種樹蛙都有 可是在這個月十月份 尤其中秋節過後 我們要保護的是我們這隻說的是赤蛙 繁殖劑的時候它會從山上的地方 然後會回到有水的地方 大部分是在進水域的地方繁殖 靠水邊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個風景區 所以就開了一條馬路方便的人行走 可是因為青蛙的天性 車子的震動性對它也是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感覺到震動的時候 它會開始不動 那不動的時候 車子就很輕易地就這樣走過去 就會把它黏死 2008年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的挖掉製工 在十月份的大山貝產業道路上 發現說的是赤蛙 遭到集體入殺 河的這一邊 它是有做扭折西腹來 那段嚴重的情形 它是因為青蛙過來的時候 它跳不過去 它跳不過去 它就會又跳回來 跳回來又是馬路 它就在那邊徘徊 所以那段被壓死的狀況 就非常慘烈 就是因為它整個一直跳 因為過來的都跳不過去 然後就會整批都在那邊 那車子一過來 所以2008年那一年 我們診斷大概100公尺 就有100隻的屍體 100隻以上的屍體診斷在那邊 為了不讓遺憾事件重演 2009年開始 年年發起護青蛙過馬路行動 然後我們先把地面上的石頭 先清乾淨 要不然晚上天黑的時候 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你可能會誤判這樣子 當車子來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用力的大喊說 我們在護蛙 請小心慢開 然後把你的手電筒放在地上 然後駕駛人就會上慢速度 隨著天色慢慢變黑 參與志工們跟著解說員 在馬路上尋找需要幫忙的青蛙 護蛙它不是說你坐在旁邊 牠就會跑出來給你看 不是 是我們要去找牠 然後牠可能躲在那邊不敢出來 因為聽到可能 聽到我們的腳步聲 或者是車子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要幫忙牠 走到牠想要去的地方 護蛙 為什麼要護蛙 要幫助牠 過馬路 過馬路 為什麼要在旁邊這樣子找青蛙 因為 因為青蛙會從這裡跳出來 這樣子喔 牠要去哪裡 到那裡要去結婚 然後到那裡要回家 寧靜的山區裡 大小志工們正在專心的尋找中 傳來發現青蛙的興奮聲音 牠要往那邊去找牠老婆了 那邊那邊 我找到的 我找到的 這是青蛙 等一下先不要碰牠 這是青蛙現在去哪裡 這是找老婆 這邊才發現一隻公蛙 另一邊也有好消息 這裡有一個菱形的地方 還有一個黑塊的地方 在耳膜牠的地方 青蛙沒有外耳結構 牠只有耳膜而已 除此之外啊 結婚要不要禮物 你看牠的手 牠的拇指 有沒有特別大 有沒有 有 這就是牠的婚姻墊 牠可以用這個婚姻墊 抱接的時候 可以用拇指緊緊的 緊緊的勾住母蛙的腋下 幫助牠排卵 別的公蛙也沒辦法來 我們在互蛙 不好意思 來來這來這來這來 來我幫你看來 來來來 來 七年來 大山被沉夜道路 總共協助一萬兩百多隻 梭德市赤蛙安全過馬路 但也發現了一千兩百四十九隻 碰死道路的青蛙 更在過程中看到 除了開路之外 人類更多破壞青蛙棲地 習以為常的不當工程 10月初 在梭德市赤蛙即將展開 今年繁殖季之前 志工為產業道路旁的 山泰山溝氣死工程 進行最後修補 一個石頭放一個石頭的時候 每個石頭都有幾個面 幾個面 那你每個石頭 你要跟面要契合 那契合的時候 你要一直翻 翻到說 它之間縫隙最小 這樣縫隙最小的時候 表示它就可以 比較牢固 那你在鋪好的時候 你還要上去走一走 踩一踩 像這樣都很紮實 那如果說你走 它本身就已經晃動 就表示它就不穩了 所以你就 你要再換一個石頭 對 就是一直一直換 一直換 這一段約200公尺的山溝 原本將發包 進行水泥化工程 黃眼協會新竹分會 在六月中偶然得知後 向相關單位提出任養計畫 並且透過木桓與招募製工 以人工氣石方式 為在地生物 營造一個友善的生態山溝 那例如說我們這一塊 這兩個地方 這一邊是石塊堆砌的氣石山溝 那這一塊是水泥的 那這一塊水泥當它下雨的時候 其實是整罐水直接灌出來 沒有涵養到任何旁邊的土地 然後這旁邊也沒有任何生物 可以當漆索 可是當它是這個石塊山溝的時候 這個水下來啊 水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停留的時間稍微久一點點 也可以涵養到石鳳下面的其他生物 生產回來很多的昆蟲這些都會回來 像我們這次整理出來 就有一些螃蟹 牠們就回來了 牠有蜜食的環境 青花以前下來的時候 牠沒有蜜食 牠只有水魚的話 牠馬上就走 牠沒得休息 一過去一定會被車子壓到 這次的工程也再次疏通 被土石掩埋的韓館 過去三年 分會透過縮食攝影 想了解韓館能不能成為 縮德式赤蛙的生態狼道 這個通道是一個韓館 我們這個韓館很久了 所以我們以前都以為青蛙 會從這邊過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啊 裝了監視器 把韓館清出來 每一年都要清 因為沙都會堆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裝監視器 我們以前有記錄到鳥啊蛇啊 還有那個幼歡啊 還有一些蜘蛛啊之類的 都在那邊 然後也會有蝙蝠啦 不過就是沒有青蛙 除了每年的互蛙過馬路 這幾年來 荒野協會新主分會 也嘗試要為縮德式赤蛙 找到一條更安全的結婚之路 不過到現在還在努力中 因為一條產業道路的開發 讓青蛙面臨難以想像的生存危機 在苗栗 也因為一條又一條的道路開發 保育類動物食虎 所面臨的生存處境更是艱難 10月初鯉魚潭附近 在地民眾發現 一隻躺在馬路上 沒有生命跡象的食虎 就在這裡嗎 對 我確認說是食虎 剛好那時候車子很多嘛 就把車子移到旁邊 移到旁邊 對 怕牠輾到 就打電話叫人來處理 經過這裡的時候 就看到路上有一隻食虎 又很像貓 又很像食虎 我不敢確認 但我也沒有停下來 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直接 車子看到活動中心 一看到活動中心的時候 我就跟照辦長講說 路上好像有那個食虎 被撞到 你要不要趕快過來看一下 就躺在那邊 看起來完全沒有外傷 這個是 在這條路上 就是第二隻了 這兩三年 就看到第二隻被撞死 這條是苗29線 它的基本設計是四線道 當初那隻食虎路沙 大概就是在2K這一段 那因為這邊的一個 整個漆地看起來就是 也蠻符合食虎所必需 所需要的環境 灌木 橋木 草原 這個淺山丘陵那個標準型態 推測就是說 它在追逐食源的時候 往道路這邊來 跟車輛的一個衝突 造成了一個不幸事件 屬於淺山地區的苗栗 這幾年頻頻發現 石虎路沙意外 讓科博館的研究人員 感到非常憂慮 新標本幾乎都是苗栗 在開發之後 擾動之後 就大量的出現屍體 然後就過來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博物館 之前並沒有打算 要對保育類動物 做特別的收藏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說 那可遇不可求嘛 總是要有屍體自然的出現 我們才會想要去收藏它 但是在這麼被動的狀況之下 我們這麼幾年 就收了非常多屍體 然後幾乎都是車禍死亡 可能是車子靠近它的時候 它驚嚇到 它正要跑 那它可能跑錯方向 於是它被擦撞 它通常被擦撞 彈開的機會最大 因此它可能是頭骨裡面破裂了 可能是內臟破裂了 可能是裡頭的骨折 都解剖開來以後 才會發現這種大片的瘀傷 被撞擊之後的那個 創傷 像這兩隻你可以看到 它明顯的就比較細瘦 它是還沒有完全成年的石虎 它應該還算是青少年 石虎是台灣僅存的原生種野生貓科動物 2008年被列為第一級 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 分辨石虎跟家貓的不同 石虎身上的斑點特別多 看斑點最清楚的地方 腳 另外一個很大可以區分的特點 在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背後會有白斑 這個一定是野生的貓類才會有的 學者估計 全台石虎現存竹群數量不超過500隻 其中五分之三 大約300隻可能都分佈在苗裡 車禍死亡 是不是它真的不小心 或是駕駛人不小心把它撞死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野生動物它其實非常的畏懼人為的設施 它不會主動靠近 那當它這麼主動的靠近 馬路這麼危險的地方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動物它本身它不舒服了 神志不清了 造成它不舒服或神志不清 也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它的棲息地 正在被破壞 比方說它現在本來居住的森林 它現在正在開發 要變成田 要變成要蓋小木屋 或者是它要蓋工廠 它的棲息地現在正在被破壞中 所以它只好到處跑 那因為它在不熟悉的環境之下到處跑 所以它有可能就誤闖馬路 因為它逼不得已了 第二個有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它可能吃到的不潔淨的東西 特別是它吃到的毒藥 農藥 除草劑 它吃到不該吃的東西 那麼它生病了 它不舒服 所以它神志不清的到處跑 我們現在身處在苗128縣 各位也可以觀察一下 從這周邊的一個環境棲地 也就是符合石虎所需要的一個潛山丘陵區 所以縣政府也在這128縣道 設立了15面的一個警示標誌 希望駕駛者能夠留心 減速 這些警示牌是苗栗縣政府 在2012年4月設立的 不過在這個特別提醒駕駛人注意的路段 今年9月又傳出石虎遭到露殺 道路將生物的棲地切割破碎 及時而過的車輛成為致命威脅 而它們靜默的死亡姿態 一次次提醒 以人類為主的各種開發行為 對自然生命的尊重還有一大段遙遠的距離 自然生命的避免